纺织研究所研发出不用染色就有颜色的线材 纺织研究所研究出不用染色就有颜色的线材 减少染剂与颜料的浪费 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纺织所开发的这种 不用染色就有颜色的纤维 那这个产品是我们纺织所透过特殊的加工方式 做成了有颜色的纺织的原料 那这个原料只要经过直接抽成纤维之后 把它织到衣服里面去颜色就出来了 那它不需要染色就有这样鲜艳的颜色 那因为呢不需要染色所以它对于这个环境来讲 它不需要浪费这个染色的水啊 水之源的浪费或是能源的浪费 而且呢也比较不会造成这个环境的污染 那所以它算是一个现在世界上各大品牌 都在找这种更环保那对环境更好 而且颜色更鲜艳更不会掉的一个化石袋的一个产品 那我这边介绍一下我们纺织研究所所开发的这个非银系的抗菌纤维 那这个非银系抗菌纤维它最大的特征呢 就是它只要知道这个纺织品里面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产生这个抗菌 还有消透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 你不需要再去厚处理去涂抹什么抗菌剂啊 消透剂上去 不需要 它就直接产生这个功能 而且这个功能是非常的持久的 非常的持久 它可以经过50次的水洗它都不会掉 那你在运 那这个其实你 这个东西你把它做成袜子 用到袜子啊 或者是运动服的时候 最大的感受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你去运动玩 它不会臭 它不会臭 那而且呢 有些时候 它甚至你可以穿个两天三天都没有问题 所以它算是一个对我们民生非常帮助 非常大的一个 算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 另外防治研究所更研究出抗菌消臭功能的纤维 将此纤维运用于袜子与运动服上 有效解决运动后流汗所产生的臭味 时方新闻黄慧如登正普 高雄采访报导 现在的研究是最终的方法 是最终的方法 怎么看 ram 现在